柯文哲现在把责任都推给你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 面色凝重负责柯文哲 竞选经费申报的会计师端木正 清晨走出北剑 他和木科公司负责人李文娟 双双被约谈后都列为被告 端木正本来裁定以200万交保 但因为筹不到钱 降保到100万 李文娟则是150万交保 两个人都要带电子脚镣 限制出境出海 木科会计和爱婷50万交保 端木正的助理陈伟轩 也从证人转为被告 要不要澄清一下 柯文哲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还特别一早来帮妹妹李文娟办交保 他前一天其实也遭约谈 跟尼奥时勒的负责人戴力林 都是证人身份训后请回 戴力林也首度上节目 揭露他发现916万被服报后 跟民众党对峙的过程 我再沟通第三次说 不好意思我给你讲 现在500万这不是我们的 为什么有这个发票在这里 太可怕了吧 好了就是他们还没有回复我的时候 又报了那两笔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不好意思哦 那个又多了两笔 民众党那边就说 我是党部 不好意思你可能要去找进办 跟财务跟我没关系 戴力林还原 被民众党已读不回的无奈 才不得不发出声明自清 否则恐怕被检掉约谈后 就不是请回这么简单 我怎么办 吞下去 所以 吞下去是吗 吞下去现在我就是共犯 对 昨天检掉就说了 对 他说我就昨天就走不出来了 我就会被生压 戴力林在节目上大吐苦水 柯文哲假账疑点越爆越多 案情恐怕向上延烧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民事新闻网